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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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是今天宣告 這是神話語 祂說我是誰我就誰 祂說我擁有我就擁有 祂說我可以我就可以 現在我臨受神的話語 神的話更新我的思想 更新,更新,更新旁邊的 神的話去我心裡 我的生命將更加豐盛 Amen 来宣告参照法则来说 饶恕 诚信 分享 服务 自信 尊荣 感恩 宣告 等候 回家无刀招来说 我要活出圣洁 我要透过生命改变传福音 我要做正确的事 就算受苦 我要忍耐 我要彼此相爱 可爱不可爱的人 我要在今生得百倍 在将来得永远荣耀 Amen 坐下之前跟你朋友们讲说 天赋对你的计划超棒的 请坐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倒数云端教会的建立了 OK 所以网路前面的家人朋友们 邀请你开始来注册在我们上面的这个ID 然后六月你就看不到我了 所以今天你看到我 大概你只剩下一两次 再继续上网路上面 看到我完整的信息 接下来六月开始 你只会看到我两分钟而已 也就是看看我穿什么样的衣服 然后看到我们5K都还活着 活得好好的 对 那我相信 我相信这些5K的很多的美好 都有祝福到你 OK 我邀请你 我们要进入到你们的城市里面 要进入到你的家乡 要帮助你们 因为你的家乡是天赋给你的 我们愿意跟你们一起来打 你们那个城市的仗 所以我们过去了 邀请你出来吧 邀请你出来吧 后来我们也回到高雄了 我们透过云端这个机制 能够祝福到很宽广的 我们这样子来运作 我们可以在一年 可以建立到几千间几万间教会 都可以运作的 快镰刀来问一下是快镰刀 其实在其他的国家里面 比较大型的一些所谓的教会 也有一些所谓的云端教会 所以云端教会不是一个全新的 但是云端快镰刀 我们有快镰刀的 OK 在这个启示录十四章 第十四到十六节那里谈到了 那很多的 就是在现在国际的一些大型的教会 所谓的云端教会 也是影片这么来播放 但是在整个牧养的系统 还是属于让所谓的牧师 在这样子来牧养 而在5K我们的运作是 我们不用透过什么全职的牧师 怎么来牧养 因为每一个人都动起来 来问一下是快镰刀 所以我们不是讲 有人讲说云端教会 反正早就有了 不太一样的 OK 没有勉强大家 但是这是美好的 那我们好好拿着天赋 给我们的这一杯 OK 我们就是往前走 从一开始 我们十一个年轻人 到现在几千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不是在学谁 我们一直在学习 认真的跟随着耶稣 建立耶稣的教会 所以我们的模式会不太一样 OK 我们就是拿着 耶稣给我们的这一块 我们不完全 5K不完全 但是我们尽我们所能的 在跟随耶稣 所以耶稣先给我们 11个人 然后在这些人身上 忠心用心 怎么样来爱他们 让他们感受到爱 然后再继续的 越来越多的 天父把他的孩子 再加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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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把很多的城市 也开始交给我们了 我个人觉得是 这是人生当中 会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相信人 是最有价值的 而天父竟然把他的孩子 一个一个的交过来 OK 不是透过我 是透过我们 一起建立起来的 跟你朋友讲说 天父信任你 我个人觉得 有人信任你 这是很值得开心的事情 天父信任你 你会把你的孩子 交给谁去带着 你会把你的孩子 交给谁去教育他 你一定是想想想想 不是只是说 OK 反正就旁边 OK 有一个是老师 就交给他 你会思考 你的孩子在哪里成长 会比较好 这是我 这是我就是讲的 我个人觉得 最殊荣的部分是 天父把他的孩子 一个一个的带来这里 被天父信任 帅的 来告诉你说 天父信任我 你不用让每一个人都喜欢你 因为那是不可能 做到的事情 然后 来跟我讲 这是受伤 有一些人很容易受伤 OK 我某文哥今天穿这个颜色 太亮了 让我受伤 OK 要受伤的人 什么样都可以受伤的 你知道吗 受伤是自找的 来问你 这受伤是自找的 你说为什么 是人家攻击我 人家对我不好 所以我受伤 你之所以会感觉到受伤 是因为 你把他 看得太重要了 精确的来说 你把他当作主了 所以他对你的一个眼神 他对你的一句话 你就觉得 为什么这样子讲我 所以第一种受伤的原因是 你把他当作神了 你把你的男友 前男友 女友 你把你的父母 当作神了 你把你的孩子 当作神了 所以你会觉得很受伤 第二种受伤的原因 是因为 你把自己当作神了 就是 你们这些贱民 为什么不向我下拜呢 OK 看到我 为什么不下拜呢 我都跟你讲 叫你还不下拜 OK 那会觉得很受伤 你们为什么不听我 受伤是自找的 是因为你没有搞清楚 你是谁 受伤是因为 你没有把耶稣当作主 当你把耶稣当作主了 你会发现 你没那么容易受伤的 因为没有人能够决定 你是谁 除了天父耶稣圣灵 有没有吗 所以我鼓励在我们中间的 特别在5K的 不要再讲 我觉得好受伤 那我会告诉你说 你一定没有把耶稣当作主 有了解吗 如果你是这种 觉得很受伤 什么对待我 我真的鼓励你 悔改吧 悔改吧 把耶稣当作主 你就会有很强健的 自我形象 以至于你能够面对 各种的挑战 各种的挫折 因为我今天做着这个东西 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 跟我是谁没有关系 所以没什么大不了 来问你讲是 没什么大不了 没什么大不了 不过就是学习 怎么样做这个事 怎么样 我今天这么来做 做的方法不太好 不太有效率 所以 我会有难听的耳 所以我还会去学习 当我把我所做的事情 跟我的价值绑在一起 所以你说我做得不好 你就在否定我 你比做事情重要多了 你比你能够做的事情 重要多了 来告诉自己 我是尊贵 有价值被爱的 I'm precious Honor beloved OK 这是你 这是你 当你让上帝 耶稣圣灵当你的主 你就没那么容易受伤了 OK 你的谁谁谁 对你讲的什么东西 当他讲的跟 天父耶稣圣灵 跟你讲的不一样 OK 当然有人讲说 讲说你很笨耶 如果有人这样讲你 你要怎么样 如果你接受了 你还真笨耶 有了解我的意思吗 OK 就像一个小朋友 小朋友跟你讲说 你这个笨蛋 然后你说 某某个 有个小朋友 是我笨蛋 在爱 这个 这怎么讲 说实在的 就是因为 你还真的笨蛋 所以你会接受 一个小朋友 跟你讲这些东西 你的人生 不用让一个小朋友 来决定 Amen吗 你是谁 不用让一个 不懂事的人来决定 懂事的话 你会知道 谁是真理 耶稣就是真理 借着耶稣 你是上帝所爱的孩子 Amen 再次告诉自己 I'm precious honor beloved 跟你旁边讲说 你是尊贵有价值 被爱的 Amen OK 不流泪 不流泪 因为是人家 什么东西 OK 好 来 这个马可福音 第五章 一到二十节 我们来看一下 这段经节 马可福音 第五章 一到二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 他们来到海那边 格拉森人的地方 耶稣一下船 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 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 那人常住在坟营里 没有人能困住他 就是用铁链也不能 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 捆锁他 铁链竟被他震断了 脚镣也被他弄碎了 总没有人能制服他 他昼夜常在坟营里 和山中喊叫 又用石头砍自己 他远远地看见耶稣 就跑过去拜他 大声呼叫说 至高神的儿子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指着神恳求你 不要叫我受苦 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 乌鬼啊 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耶稣问他说 你名叫什么 回答说 我名叫群 因为我们多的缘故 就再三地求耶稣 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 在那里山坡上 有一大群猪吃食 鬼就央求耶稣说 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 负责猪去 耶稣准了他们 乌鬼就出来 进入猪里去 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 投在海里淹死了 猪的树木约有两千 放猪的就逃跑了 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 众人就来 要看是什么事 他们来到耶稣那里 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 就是从前被群鬼所负的 作者穿上衣服 心里明白过来 他们就害怕 看见这事的 便将鬼附之人 所遇见的 和那群猪的事 都告诉了众人 众人就要求耶稣 离开他们的境界 耶稣上传的时候 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 恳求和耶稣同在 耶稣不许却对他说 你回家去 到你的亲属那里 将主为你所做的是 何等大的事 是怎样怜悯你 都告诉他们 那人就走了 在底加坡里 传扬耶稣为他做了 何等大的事 众人就都稀奇 OK 我们看到最后面 耶稣对他说 这些这些 讲到了说 将主为你所做的是 何等大的事 是怎样怜悯你 来跟我讲是怜悯 所以这整件事情是 耶稣对他的怜悯 我们谈过了 怜悯跟恩典是不一样 怜悯是当你做错了 而天父还给你机会 恩典是你没有做错 也没有做对 然后恩典 没好东西就是给你 这叫恩典 来跟我讲是恩典 怜悯 我们先定位一下 因为这是耶稣讲的 这整个事情是关于怜悯 我相信今天晚上 天父的美好 怜悯要在我们的中间彰显出来 你需要天父的怜悯 我们看一下在这里 第一节讲到说 他们来到海那边 格拉僧人的地方 海那边 所以代表之前在海的这边 我们看一下在 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 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 那里有讲到说 当那天晚上 耶稣对门徒说 我们渡到海那边去吧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延续的事情 来跟我讲是海这边 那天晚上 耶稣跟门徒们讲说 来我们到海的那边去 然后就在过程当中 也经历了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记载 就是他们在船上面 耶稣睡着了 然后 然后狂风大浪起来 然后门徒们讲说 我们要死了 我们要死了 父子我们要死了 然后耶稣起来之后讲说 风海住了吧 进了吧 然后门徒们就 OK 然后完了之后 到了格拉森这个地方 来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刚刚读了 你应该有一点概念 就是那里有一个被鬼附的 然后最后好了 OK 然后 众人怎么样 众人要耶稣留下来吗 No 众人 要求耶稣离开吧 所以你知道 对于这个格拉森 被鬼附的这一个人 耶稣 带着门徒们 在前一个晚上 带着门徒们 从这里服侍完了之后 到 耶稣说 我们到海的那边吧 就是为了那一个人 你也要了解 当耶稣从海的这边 过去的时候 在海上 这个湖上 有这个暴风起来 然后耶稣睡着了 来过两次睡着了 有人曾经在海盗船上面 睡着过吗 有没有 耶稣在那里睡 在那个暴风当中 睡着了 可以确定的事情是 耶稣一定 身体一定很累 真的累 所以才睡得着 当然耶稣有平安 所以也睡得着 但是 有人在那摇你 你睡睡看 一定就是因为 你真的累了 所以耶稣的身体 跟我们是一样的 也是会累的 OK 也是会累的 像牛奶今天去做 这个健身的过程当中 他忘记他的年纪了 所以发现 手 突然受伤了 OK 身体是会累的 耶稣也会累 跟你朋友们讲 耶稣也会累的 当耶稣累了 但是耶稣知道 只看见父所做的 只才去做 耶稣知道 湖的对岸 有一个人 明天是他的机会 就为了那一个人 就为了那个人 耶稣自己很累了 还过去 门徒们在船上面 哇 然后过去 就是为了那个人 跟你旁边讲说 今天你可能就是那个人 耶稣会为了一个人 带着一群人过去 就是为了那一个人 我几年前我们在 我去很多的学校 去演讲的时候 那常常我到那里 我就知道 天父要 特别要祝福谁 当我在演讲 这个学校 校园演讲的时候 对 讲着讲着 有几次 有几次在那个演讲当中 真的 我说耶稣今天来 是为了什么 我知道就是为了 某一个人 耶稣会这么做的 OK 我开着车 开两个小时到台中 就是为了让那一个人 听 结束之后再开两个小时回来 我说 Yes OK 今天不是人数多少的问题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 Amen吗 来告诉你说 我是重要的 我身边的人也是重要的 也让我来帮助你了解 你没有比旁边的人更重要 我们是一样重要的 Amen 所以耶稣说 我们要学习爱人如己 要学习彼此相爱 我们是一样有价值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 当你来到5K 呼哈 你只是 5K呼哈 好像觉得高人一等 No No 耶稣说 你愿意为首的 叫做众人的仆人 我们信耶稣 也没有要比较优越感 优越感 优越感是赝品 优越感是赝品 是假货 爱才是真实的 当我们要去传福音 不是因为我们比较厉害 Amen吗 当我们要去传福音 不是因为你口才比较好 当你 你我去传福音 是因为我们被爱到了 是因为我们被寻找了 我们正在被带着走 我还有一大堆的问题 我的生活 我的生命 还有很多要成长的 但是我有靠山了 我有家庭了 我是被接纳的 Amen 我们要传的福音是这样子 而不是讲说 某个哥哥 我觉得我传福音 没什么说服力 我现在工作 工作收入也没有很高 我的职位也没有很高 我口才也不是很好 我想我不太适合传福音 如果是这样想的话 你误把信耶稣当作优越感了 来跟我讲 这彼此相爱 耶稣带着这一群人 也就是你知道吗 如果你是那群门徒们 跟着耶稣 经历那个晚上 暴风的那个过程当中 然后到了对岸 你心里跟我讲说 那里一定有一群 很重要的人物 我们要把教会带到那里 复兴临到那里 然后一到那里 发现一个鬼附的 让过来 然后用用 然后说 耶稣说走 我们今天会不会还要再这样子 海盗船回去 就为了那一个 就为了那一个 我鼓励你 当你去探访的时候 当你认真的跟耶稣去探访 你一定会经历到这个 就是为了他 耶稣说 我愿意为着他过去 你愿不愿意跟着我 一起颠过去 你为了要去探访一个人 然后在车上可能发生了车祸 你还要去吗 还是想说 一定是探访一定不好 我们就不要探访好了 你看上帝的拦阻 你知道吗 当去年我们第一次快联刀到台中 开云的那一天 7月22号 我们开着车 去台中的那个路上 我就发生了 我人生第一次的车祸 我车手你知道吗 就在一个警察 警察都说 那个地方 没有什么发生过车祸的 因为它是一个直线 而且它也 它是一个上坡 它比较不会打滑的地方 那我开着那台好车 竟然在高速公路 砰 然后啾啾啾啾啾 而我说 Yeah 我们做对了 然后撞完了之后 赶快去笔路 用用用用用 然后再冲过去 冲到台中说 Yeah 我来了 有时候就是为着那一个 你OK吗 有时候就是要为着那一个人 我鼓励你 当你进入到这个与耶稣同行里面 你会明白这个世界 不是照着自己在转的 为着一个人 为着一个人 耶稣都愿意过去 跟你朋友讲说 今天是你的second chance 我们看到了这一个人 耶稣过去了之后 这一个被鬼附的人 他在坟墓那里跑出来 然后拿石头砍 其实在我们台湾 应该还蛮能够理解的 狼牙棒针 类似那样子的 OK 那个以色列人 他们是拿石头砍 蛮类似的 OK 然后他们 他是在当时那里有名的 格拉生那个地方 大家都知道他 OK 那他这样子来到 当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他大声喊着说 至高神的儿子啊 你来这里干嘛 不要让我受苦 拜托你 OK 不要让我受苦 然后耶稣说 来来来 不要让我受苦 然后这里 这里有讲到说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OK 是因为耶稣曾经吩咐他说 乌鬼啊 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来 所以这个人被鬼附 被鬼附的这个人 代表耶稣曾经 把鬼从他身上赶出去 来跟我讲 是曾经出去 圣经是这么讲 对不对 因为耶稣曾经吩咐 这个鬼 从这个人身上出去 然后耶稣接下来问他什么 耶稣说 耶稣问他说 你叫 你名叫什么 回答说 我名叫群 因为我们多的缘故 所以你知道 一开始 有一只鬼附在这个人身上 而耶稣不知道在哪一个地方 圣经没有特别记载 曾经在一个地方 把他的鬼赶走了 然后这个人继续的生活 生活 生活 然后 到从某一天 某一天开始 我不知道什么事情 圣经也没有讲 而有 除了那一只 他又带了更多只 进去了 所以在他里面 变成一个群 你知道吗 灵界是很真实的 OK 灵界是很真实的 我也看过那些东西 OK 我也赶过几只鬼 OK 这个都是会发生的 来跟我讲这 不要批评 你不懂的 不要批评 我不懂的 OK 好 我们先看一下 另外一个经节会解释到 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我们看一下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 四十三到四十五节 马太福音十二章 四十三到四十五节 来一起来读 请 乌鬼离了人生 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 寻求安歇之处 却寻不着 于是说 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 到了 就看见里面空闲 打扫干净 修饰好了 便去另带了七个 比自己更恶的鬼来 都进去 住在那里 那人末后的景况 比先前更不好了 这邪恶的世代 也要如此 OK 这个马太福音 这不是同样一个事件 这是另外的 这里有提到 当这个乌鬼离了人生 就在无水之地 过来过去 然后要寻找 可安歇的地方 然后寻不到 他又会 这是 耶稣在讲 邪灵魔鬼 他们会怎么样子来做的 他又会回到 一开始离开的那里去看 看到这个人里面 用整齐了 而里面是空的 来我讲这些 空的 当里面是空的 装饰整齐 其实讲的就是 可能受了教育 好像organize 生活变得很 OK 怎样 有规有矩的 有规有矩的 不代表邪灵 不会再来复生 你受了很高的教育 不代表 邪灵就不会 在你的身上 来我先帮助大家了解一下 因为讲到现在 可能有现在讲说 有没有在我身上 来 你如果 来让我告诉你 你如果认真的在跟随耶稣 你不可能被鬼附 impossible 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 然后你如果 只是来教会 看着看着 你有机会 所以我们在谈的 不是一个 我不是一个宗教 而是一个跟随耶稣 你如果你相信 你是上帝的孩子 那也就是 你会珍惜圣灵 住在你里面 而你如果不在乎 你如果不在乎 圣灵在你里面 你就会觉得 自己是 我很烂 我没办法 我是什么的 你如果相信 耶稣 你一定会告诉你自己 我是尊贵有价值被爱的 因为那是圣灵在你里面 给你的身份 有了解这个意思吗 阿们 所以不管什么样的情况 你一定要 让你自己知道 你的身份 要不然你只是清空了 而你是空的 灵界的力量是更大的 他会 盖过了你 就像是我们刚刚看到了 这个人最后 好了以后 他心里明白过来 就是醒了过来 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他是被盖住的 好 来我们先来谈一下 刚刚讲说 乌鬼离了人之后 他会在无水之地 走来走去 寻找可安些的 来 我曾经赶过几只鬼的 一些过程当中 那 在被鬼附的人 通常 在处理的时候 他们都会说很口渴 你现在觉得口渴吗 都不敢喝 OK 好 这里就讲到了 在无水之地 寻找可安些的 代表说有水了 就可以安些 所以在这个一个 在赶鬼的过程当中 当他要水的话 不要给他水 要不然他会 你就会比较难赶他 这是一个 耶稣讲的 对不对 当他能够坐稳了 你就当然比较不好 不容易把他用走 OK 那 这里谈到了说 这个 如果再进去的时候 会把 会带七个 比自己更恶的鬼 一起进去 所以我们看到了 格拉森的这一个人 他就是经历到 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耶稣在讲的 模式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鼓励你 你一定要相信 你是上帝的孩子 你一定要相信 你是上帝的孩子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经济 在马太福音12章 同样的 OK 刚刚是12章43节 我们看一下 12章36到37 因为这都是有关系的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 把整个马太福音 这个12章都讲完 但是我们跳几个经节 帮助大家 要了解一些事情 马太福音第12章 36到37节 来这里来 一起来读情 我又告诉你们 凡人所说的闲话 当审判的日子 必要句句公出来 因为要凭你的话 定你为义 也要凭你的话 定你有罪 我又告诉你 凡人所说的闲话 就是不在意 不经意讲的那些话 careless words OK 你没有太注意 反正就是 你常讲的一些语助词 什么东西的 OK 问候人家爸妈的一些 什么话的 这些东西的 来跟我讲是闲话 闲话 没有注意太多的 没有注意太多 就会讲的话 那代表信念 你有在思考在讲的 你有在思考在讲的 OK 那是你的思考 我们有身体 有意志 有潜意识 还有灵 有这四方面 你要尽心 尽心 尽意尽力 爱住你的神 有这四方面 而careless words 就是你从潜意识 发出来的 你没有想太多 就会这么来讲的 那种话 OK 一发生什么事情 是呀 你就发现 你的身体很不好 因为你不经意讲的那些 完蛋了 完蛋了 有了解吗 OK 来说 天国来了 天国来了 Amen 你不经意讲的那些话 就是你最相信的那些话 你不用再去思考 就会讲出来的那些东西 耶稣讲 这段耶稣讲 凡人所说的闲话 当审判的日子 必要继续攻出来 OK 然后呢 因为要凭你说的话 定你为义 也要因你的话 凭你的话 定你有罪 我们要了解一下 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 不是讲说 如今在耶稣基督里 就不定罪了吗 怎么突然这里又定罪了 圣经有矛盾吗 没有矛盾 它的不同点在哪里 你在耶稣基督里 你是不用被定罪的 Amen 而如果 这是真理 这是天父耶稣圣灵 要你了解的东西 而你如果不相信这个东西 你就会在你的生活当中 不断地定你的罪 因为你没那么相信 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 告诉你的 你没有那么相信 真理告诉你的 而你觉得你自己讲的 比较 比较真 比较实际 所以当审判的日子 你会经历你所相信的话 你会经历你所说的那些话 所以最后你会被你所说的东西来定罪 是因为你不信 有了解这个吗 亲爱的弟兄们 不要看错了 亲爱的天父的孩子们 撒旦二者能够做的 他就是偷窃 杀害 毁坏 但是问题是你 你要听天父耶稣圣灵的 还是要听这个世界告诉你的 撒旦邪灵会透过这个世界的环境 声音 透过这个世界的很多的人 来扭曲你 他试着怎么来做 他总是会怎么来做 而你选择要听谁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你如果听了这些的话 你如果相信了 你就会去讲那些话 你说猛哥 我相信耶稣啊 你说的话 就说明了你相信谁 也只是说看你的果子 就知道数如何 你所说的话 也会凭着你口中所说的话 来定你为义 也就是你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你相信 我是尊哥有价值被爱的 我是天父所爱的孩子 那当审判的日子 天父会说 照你所相信的给你成就 进来享受 我为你预备的一切的丰富 Amen 这两个经节是没有矛盾的 所以不要被骗了 亲爱的弟兄们 5K不要被骗了 来拍拍自己 不要被骗了 告诉你是尊贵有价值被爱的 Amen吗 也就是说你知道 因为这段经节是36到37节 然后后来43到45 那是后来延续下去 开始讲到被鬼附 也就是说你知道吗 当你开始认同一些 不是圣经里面对你的话 当你开始去讲一些闲话 也就是不是真理的东西 你渐渐的渐渐的 你以为你在学一些很多的东西 你想办法让自己整齐起来 会有更恶的鬼 临到你身上 因为你没有认同 因为你里面是空的 你以为透过教育 教育的力量 抵不过灵界的 你需要圣灵在你的里面 而圣灵叫做真理的圣灵 来跟我讲是真理的圣灵 所以换句话说 这么来看你就会了解 你需要的是真理摆在里面 而不是听了什么东西 就讲了什么东西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箴言第十四章第十五节 箴言十四章第十五节 来一起来读 请 所以不要当鱼蒙人 鱼蒙人的特色就是 我听说什么东西 我听他说什么东西 鱼蒙人四话都信 你要做通达人 不不谨慎 听了一些东西之后 生活当中有很多螺旋门的 我们上个礼拜 有看的双鞋子对不对 我们再次举手 来你是看粉红色跟白色 举手 手放下你看的是绿色灰色 举手 手放下 这就很螺旋门不是吗 你如果只是听一个人 讲什么东西 然后就这么来 你会发现你的人生 一直看不懂 然后不小心就变成鱼蒙人了 而鱼蒙人 没办法去经历 天父给你的这些美好的应许 我们再看一个这个经纪 再回到马太福音 这十二章二十八节 同样在十二章 关于赶鬼 跟关于讲话的这一块 来我们一起来读 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 这就是神的国 临到你们了 耶稣讲 耶稣讲赶鬼是透过什么来赶鬼 神的灵 是透过圣灵来赶鬼的 也就是 圣灵我们刚刚讲 圣灵就是真理的灵 圣灵只回应真理 来跟我讲 圣灵只回应真理 或者说你抓着真理 那圣灵一定会彰显出来 因为圣灵会来证实 耶稣所传的道 耶稣赶鬼的方式 是透过圣灵来赶鬼 而这样子的一个事件 这叫释放 而这个就是天国的彰显 赶鬼是透过圣灵来赶鬼 这就是天国彰显的 其中一种表象 当你抓着 当你宣告 当你在生活当中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抓住的 你今天被带来5K 你今天被耶稣找回来 透过朋友这么来找回来 你知道吗 你已经有第二次机会了 你以前 我们每一个人 之前都有一种生活的方式 而当我们发现 那样子走不下去 好累 生病了 所以我们说 耶稣 我们需要你 我们身上担了太多的东西 我们的力量没办法 所以我需要你 我犯了罪 所以我需要你 当我们信了耶稣 就好好跟着耶稣吧 如果信了耶稣 只是耶 那我又会 反正每一次来5K 然后某个都要告诉你说 耶稣用永远的爱 天父用永远的爱爱你 耶 又被爱到了 OK 处理了 OK 下个礼拜 我再过我的生活 然后礼拜六再过来 Oh yeah Amen OK 你在浪费时间 你在浪费你的时间 你放心好了 不会因为你 这个教会被卡住的 你没有那么厉害 天父的大能 耶稣的大能 耶稣的大能 远远超过了这一切 从一开始 我们十几个人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 不断的发展 而一开始 一开始一起走的 也没有在我们 走着走着 有些人就走了 有些人就走了 我继续跟着耶稣 然后有更多的人就进来了 更多人就进来了 不要阶段性的跟随耶稣 你决定要信耶稣 认真的跟随吧 不要错过了 这个第二个机会 The second chance 因为你如果 来了教会 信了耶稣 你还在用以前那一套 来看待你自己 你接下来的情况 会比先前更不好了 这是耶稣讲的 OK 这是耶稣讲的 而如果你认真的 跟随耶稣 按着你在讲的 careless words OK 你里面就已经被输入 一大堆 我是中国有效之被爱的 所以我每次去会当中 讲两百次 OK 一直帮助你洗脑 让你的careless words 是我是中国有效之被爱的 这个做梦都会这么来讲 我要帮助你careless words 都是一些很正面 很圣经的话 而也会凭这个东西 称你为义 当你被称义 你就可以去开始经历 去站在天父给你的一些位置 然后来祝福更多的人 来告诉自己 我是极大的祝福 不要被现在的环境给 框住了 不要接受那些 不是从天父耶稣圣灵而来的 你也甚至不需要去证明 什么样的事情 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 这个带教会啊 不止各方面的 我曾经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非常 大学之前 我非常在乎人家怎么看我 所以我的人生 是让人家来决定的 大家哪里有掌声 我就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就是我的人生 而搞到最后 我厌恶自己 我厌烦自己 我受不了 我在当时学业 各方面 在当时学生时代 也都是非常卓越的 是非常顶尖的 而确实厌恶自己 所以当时自杀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你知道吗 好好认真的接受 当时没有某人哥告诉我 这些东西的 你真的是很蒙福的 当你抓住上帝的应许 你会经历到 天父为你负责 天父为你负责 因为你站在他那边 他会供应你 他会保护你 他会介入 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时候 他会介入 给你智慧 当你没有力来处理 他会介入 直接来挡住 那些不对的事情发生 你就知道你在家里 你就知道你是有后台的 来告诉自己说 我的后台很大的 我曾经在赶鬼 我们看到一下这个赶鬼 我曾经在赶几次的一些 几次的过程 OK 好 OK 不同人 然后有一些是女生 但是发出男生的声音 这些的 OK 然后 我印象最深刻的 其中有赶鬼的经验是 那个人被鬼附了 我就 我就开始跟他来对话 因为有时候是他 有时候是鬼 OK 就过去 然后就开始 那个人声音就出来了 然后 然后我开始 我叫原来的人的名字 然后 又醒过 眼神是完全不一样的 要我演一下 没有没有 我不会演的 OK 好 那眼神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那 最后我就问那个人说 你要不要我 帮你把这个鬼赶出去 那个人他说 不要 我都已经预备了 要为他祷告 我只是 这个要先问一下 因为自由意志 OK 你要不要我帮你 把鬼从里面赶出去 他说不要 我说为什么 他说 他好可怜哦 他跟我说 他从宜兰来 宜兰的朋友 不要害怕 他说 他从宜兰来 他 如果赶走了 他不知道去哪里 所以那个人说 因为觉得这个鬼 好可怜 所以 不要把他赶走吧 那是我唯一 没有赶走的鬼 因为那个 那个人 没有要他离开 不要被骗了 你知道吗 自怜 自怜 会让你好像 某一个平衡 我就是没有那么好 你在讲这种话 是很危险的 你知道吗 我不是那种 我不是那种 能够干嘛的人 我只是一个 非常平凡的 你不平凡好不好 自从耶稣为你死 你就不平凡了 要不然你正在 羞辱耶稣 白死了 你是 你是有 你是君尊的 你是上帝的孩子 来告诉自己 我是重要的 我赶过一个 然后那个 赶鬼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曾经也看过 有些人在赶鬼的 看过一些牧者 在赶鬼的时候 一群人 抹油 然后开始 奉耶稣们的信号 出去 出去 然后旁边 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说 我当时 我当时年纪还小 我在旁边看 其实我在想说 到底哪里被附了 赶鬼 赶鬼不是大声一点 啊 鬼也没有比较 不喜欢听 Hallelujah 那首歌 赶鬼 耶稣讲 是神的灵 而不是唱诗歌 也不是大声一点 撒旦邪灵会害怕的 更不是大蒜 好不好 OK 还说 某某哥 那个油是要去哪里买 我这罐以色列的 出炸 OK 耶稣讲 赶鬼是透过神的灵 为什么神的灵 会在你的生命当中 彰显出来呢 因为你看中真理 因为你高举耶稣 透过耶稣 带给你人生的 就是一个新的身份 Amen 鬼怕的是圣灵 能够把鬼赶出去的是圣灵 而不是一群在那里 大声喊什么东西的 在我赶鬼过程当中 我又不会大声喊 因为 因为我曾经看过那样 我不想要 对 赶鬼的时候我就说 来 封耶稣明 叫你出去 OK 不要装了 不要装了 不要演了 这里没有人 OK 出去 快一点 我等一下还有事情 OK 我真的 我赶鬼 OK 对 赶快出去吧 你在这里撑没有意思 OK 没有舞台给你看 OK 你绝对输的 别撑了 出去吧 我快撑回来 OK 你不用怕那些东西 你了解吗 因为在你里面的 比这世界的更大 你如果在那里 OK 我们要一群人赶鬼 我们一群人一起来赶 假设 假设你要跟 你要跟一个小 国小生打架 你会找一群人来打吗 你找一群人来打 就代表 你觉得他很厉害 你会经理你所相信的 在你里面的 比这世界的更大 耶稣已经赢了 耶稣已经赢了 Amen 我选择相信这个 所以赶鬼就很容易 也不用大声 就是 出去 父母书们叫你出去 然后他们会 当然会有些挣扎 会有些过程 反正就这回事的 OK 耶稣说 神的国要临到 那我们要干嘛 悔改 你们要悔改 天国进了 你们要悔改 天国会透过你来彰显出来 如果你开始悔改 不再把你所听到的 那些东西 像一个渔蒙人一样 听了就说 我爸爸说 我不好 我爸爸说 我很笨 当你不再这么来 只是这么来讲 你要讲的是 我的爸爸 我天上的爸爸 我天上的爸爸 告诉我说 我是世上的光 我是高雄的祝福 天父把我摆在这个城市 摆在这个公司 摆在这个学校 我就是这个学校的祝福 当你这么来相信 而且这么来执行 你就会开始经历到 更宽广的 更宽广的天国 天国不只是赶鬼而已 天国 赶鬼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来我们来看一个经节 在 马太福音一样 12章22节 这里有谈到了 这个被鬼附的会有些状况 来 马太福音12章22节 来 当下 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 又瞎又哑的人 带到耶稣那里 耶稣就医治他 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 又能看见 所以我们看到了耶稣讲说 这一个被鬼附的人 因为被鬼附 所以他又哑又瞎 而当鬼被赶出去 他就能够看见 能够说话 所以你知道吗 当你如果被鬼附 被鬼来挟制的话 你能够发挥的能力 都不能发挥了 你本来能够发挥的东西 都不能发挥的原因是因为 你一直在说闲话 你正在向撒旦邪灵来开门 因为你正在认同他 而不认同 天父 耶稣 所以圣灵 当你说什么样的话 你就会经历什么样的人生 来告诉自己说 我是天国的代言人 你本来可以说话 可以好的表达 可以看懂的 因为 那我们回到了刚一开始 这个格拉森的一个事件 我们只是这样子来帮助大家了解一下 可以教大家一些美感 因为改天你要赶个鬼的吗 有没有吗 很有意思的 你听这么多 你自己没有赶 这个没有意思 对 记得 记得 第一次赶的时候 当然会惊惊 对 特别一开始 也没有某某哥教我这些东西 我想会不会跳到我身上 会不会跳到我身上 今天我这样子让你了解 不会跳到你身上 因为如果你高举真理 OK 那我们 再讲一点关于 因为你会用到的 OK 你会用到的 在赶鬼的过程当中 耶稣也讲说 这一类的鬼若不进食 那就赶不出去 对不对 这一类的鬼要进食 然后才能够赶出去 然后 所以你觉得说 鬼比较怕你的身材 当你没有肚子的时候 OK 他没有肚子 他没有小腹 我们赶快跑 不是这样子 鬼怕的不是你不吃东西 耶稣讲的关于进食 来跟我讲进食 旧约里面讲的进食 是为了爱人 以赛亚书58章 你可以在网络上面 看待我讲的这篇信息 所谓的进食 是为了要操练爱人 而耶稣讲的进食 新约里面讲的进食 是 当人子还在的时候 同在之人 他们就不要进食 当人子走了 那这些陪伴之人 就要进食了 所以新约讲的进食 是为了操练爱神 来问你爱神 所以简单的来讲 就是跟神 跟人有好的关系 进食的目的 就是跟上帝 耶稣圣灵 还有跟人有好的关系 而最大的力量 就叫做爱 当那个爱在你里面 怎么样的鬼 你都能够赶出去了 OK 给他看腹肌 我有腹肌 看吗 OK 好 来跟你旁边讲说 你改天要赶个鬼的 你赶一赶 你就知道灵界多么真实 你就知道耶稣多么的大能 OK 你就会知道 耶稣多么的powerful 有些你看不懂的东西 眼睛一般 平常看不到的东西 就像我们上次 在这里祷告 那个长短脚 咻就长出来了 有些东西 只是你还没有经历过而已 不要批评你不懂的东西 而在你里面的 比这世界更大 回到这个 格拉森的鬼 这个 格拉森的这个 被鬼附的这个人 然后他跑到耶稣面前 讲说 至高神的儿子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来 你针对我是不是 因为已经被赶过一次 然后他觉得说 你一直针对我吗 OK 拜托不要 不要虐待我 然后耶稣讲说 你叫什么名字 他叫我叫群 然后这个时候 他就要求耶稣说 耶稣啊 耶稣啊 拜托 拜托 那里有一群猪 不是你们 OK 那里有一群猪 OK OK 好 要不然有人要受伤 猪的时候知道我 OK 没有 那鬼说 那里有一群猪 你就打发 我们进到那猪里面吧 然后耶稣就允许了他们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耶稣允许了他们 耶稣知不知道接下来 如果这样会发生的事情 耶稣当然知道 而耶稣说 好啊 而真的这群鬼 跑到那个猪群之后 那群猪 马上在吃东西 就 翻白眼 然后开始 开始往那山海那 冲冲冲冲 然后一个一个去填海 这样子 OK 去当防波堤 这样 好 那这两千头猪 就死了 然后那个养猪的人就 如果是你的猪 两百头就好了 你在序幕夜 你两百头猪 跳下去 损失惨重 你整个 没了 两千头猪 那养猪的人 吓傻了 然后跑到城里面 跑到城里面 跟城里面讲说 有人把我的猪群都杀死了 然后大家都出来 OK 甚至拿了工具 拿了一些给吸出来 是怎样 然后 当大家出来的时候 看到那个被鬼附的人 突然 醒了 而圣经里面讲 当众人看到这个的时候 众人都很害怕 你知道这个反应也非常的特别 基本上如果我们中间有人 这个鬼附 然后被赶出去 他整个醒过来了 我们因此为 哈雷路亚 你也要了解 在当时 以色列人在他们那里 也是一样的 他们也能够 他们也了解 弥赛亚这些的 赶鬼 这是神的国 不是神的国 这是上帝的作为 至少他们可以理解这个 而他们却害怕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 这个人来 耶稣来了 就会让我们没有钱 耶稣来了 就会让我们 失去财富 产业 我们的工作都没了 所以那些人害怕 然后央求耶稣 说耶稣你就行行好 对 你就 再回去吧 也拜托不要经过 你就 耶稣是故意要这么来做的 耶稣当然可以 就叫那个群 就离开就对了 管你去哪里 而耶稣允许 这些事情的发生 耶稣会来挑战 你知道那些众人 会这样要求耶稣 离开的原因是什么呢 众人看见的是什么 众人看见的是什么 这个被鬼附的 好了 清醒了 被释放了 得自由了 而他们听说 那个养猪的人讲的话 渔蒙人 四话都信 他们听 住在他们城里面的人 讲的话 他们听他们最熟悉的 那个卖猪的 那个养猪的人的话 却不愿意 听听耶稣 在讲的话 他们就直接 要耶稣走了 的原因是因为 这一群人觉得谁比较有价值 猪还是耶稣 这一群人觉得猪比较有价值 所以这叫做猪队友 他觉得他的队友比较有价值 然后他们 然后他们叫耶稣 然后他们叫耶稣走 其实这整件事情 在谈的就是价值 耶稣从一开始 前一天晚上说 走我们过去 因为父要在那里救一个人 因为那个人有第二次机会 我们一起把这第二个机会带给他吧 耶稣过去了 就为了这一个人 猪 OK 猪其实在当时的这个文化里面 猪本身就是一个不洁净的东西 所以耶稣也是把当时不洁净的东西 除掉 但是那一群人觉得猪比较有价值 所以拒绝了更有价值的耶稣 很妙 而我们看到最后面耶稣的智慧是什么 当这个被鬼附的好了之后 他说耶稣 我跟你一起走 耶稣说不要 你留在这里 回到你的家乡里面 去祝福这个城市 OK 不只这个城市 去祝福这整个地区 他本来是葛拉森 然后到最后他成为 底加玻璃 那一个大区的祝福 不只是一个城市 这就是所谓的 我也常常讲一二三四法则 对耶稣来讲 耶稣也知道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耶稣 直接能够影响的 而耶稣要这个 被鬼附好起来的这个人 耶稣一 这个是二 然后去影响那三跟四 耶稣 因为这一群人 不打算成为神队友 这一群人不打算 跟着耶稣 他们拒绝了耶稣 但是天父还是爱那一群人 天父不只爱这个被鬼附的而已 只是这个时候是他的机会 耶稣要他去成为他们的祝福 这个人也真的成为了他们的祝福 而这一群人 当这个最后面 我们看到了最后面 那人就走在底加玻璃 传扬耶稣为他所做何等大的事 众人就都稀奇 来跟我讲稀奇 众人没有因此就相信耶稣 他只是哇 来跟我讲哇 稀奇是这样子吧 哇 但嘿 这个人 他所做的事情 他讲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 只是让这些 拒绝耶稣的这些人 到开始对耶稣有兴趣 哇 哇 就会想要再了解 当我们去探访 当我们去爱人的时候 你没有必要 一定要做那个close的那个人 我们就是去把 父在我们身上所做的 呈现出来 就是这样子 当你讲出这份怜悯 被怜悯 那就是在做见证了 那就是耶稣要他在当时 要做的事情 Good job 我们能够做见证 做最好的见证 就是活出当上帝孩子 有多美好 不是说那个只是开什么车 住什么房 收入这些东西 而是就算没有什么好车 没什么好房 那个也没什么钱 但是你还是能够笑得出来 你还是能够喜欢你自己 而且你相信 我是企业家 这是说服力你知道吗 你如果看一看我以前的 我以前的讲道 你也会看到了 当时什么也都没有 就在讲说我是企业家 小小 我会经历我所相信的 因为我看圣经里面讲的 整个方向 我是世上的光 我能够带出 把天国带出来 我在小的世上 一小小的人 小的族群 先在年轻人的世上 开始来中心 在每一个我所带的人身上中心 天父就一一把更多的加过来 更宽广的加过来 更多的国家的加过来 来再次告诉自己 我是极大的祝福 最后帮助大家回到这一个 被鬼附的这一个人 来让我帮助大家 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也就是说 来这一个人 有求耶稣来医治他吗 这个被鬼附的 你刚刚读的经节 有看到 他说耶稣 今天来就没有 这个人所呈现出来的 都是那个鬼在说的话 只有讲到后来 他醒了过来 他甚至不知道 刚刚发生的所有的事 这几年发生什么事情 他可能不知道 我曾经跟一些 这个被鬼附的 然后赶出来之后 我有问他一些 做一些市场调查 这样子 因为没有被附过 这不太了解 我说你刚刚知道 我们在做什么吗 有一些人会讲说 他好像在眼睛里面 很远 然后在透过一个小窗口 来看这个世界 其他都黑黑 就是一个小窗口 这样来看这个世界 他有看到我 但是他想发出声音 但是却没办法 发出声音来 那也有人讲说 对 他刚刚 他整个是没有记忆的 对 都有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不知道 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人没有发出 他自己的声音说 主啊救我 这叫怜悯 即便他没有做对的事情 而这是他的 第二次机会 这是他的第二次机会 他所做的 他所说的 甚至所谓不配得 但是这是他的时刻 父告诉耶稣说 我在格拉森有一个孩子 我给他第二个机会 你曾经在他身上赶过鬼 赶出去了 第一次是怎么发生的 不知道 但是第二次的时候 他整个被盖过去了 他被一群鬼住在里面 他甚至没办法表达了 而天父说 我要怜悯他 今天是我要怜悯他的时刻 这是他的second chance 今天晚上 今天是你的second chance 你可能没有做多好的事情 今天晚上 我相信对一些人来讲 是你的second chance second chance 悔改 天国就要临到你了 悔改 不要再听了什么话 就在那里讲 悔改 我是尊贵 我是有价值 我是被爱的 天父来 天父爱我 透过耶稣来爱我 我是有价值的 我是有价值的 你的脑袋 没办法决定你的人生的 一生的国效 有心发出 你的脑袋 你的脑袋 你胜不过你的脑袋的 因为里面有潜意识 有意识 我想做的 我做不到 我不想做的 我倒去做 这是非常有毅力的保罗 所讲的 他之前的人生 在信耶稣之前的人生 当你高举 真理 天父就会来介入 神的国 圣灵会来赶走 非神国的东西 他会来介入的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天 礼拜天晚上 我跟我的内人 我跟我的爱人 聊了一些 心里话 深度很深度 非常非常深的沟通 没有很大的情 没有大声 没有大声 然后就 就 我跟他谈一些 让我很难过的一些事情 就是他对我 让我觉得很难过的一些事情 聊着聊着 然后 我们讨论的 怎么样会比较好 那 裴真也跟我讲 他态度也好 就是 我们没有大声 我们都没有大声 但是 他就说那怎么样好 那讲出来的东西 也跟前几年 类似发生事情 然后也都讲的 一样的东西 所以 好没有路 好没有路 类似的事情 一段时间就循环 循环 循环的发生 礼拜天 讲完之后 礼拜一 我真的脑子也过不去 就是 我真的很 火大 对 我有跟大家讲 我真的 我真的火了 对 但是火了 不代表要 发怒 OK 很难过 很火大 然后又不知道 该怎么样子 突破一些 我们的关系 整个礼拜一 我一直在思考 我们都是 我相信我们都在思考 但也都想不过去 礼拜二 我们都在思考 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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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意思 然后我们的 Family Time当中 很多的这些 Family 也在讲一些状况 也都 跟我 跟我跟陪诚 有些很类似的事情 然后在我 在我 从侧面来试着 帮助他们的过程当中 天父也透过这个过程来 要我自己来告诉 我一些话 然后到了礼拜二晚上 小组结束 Family结束 六点的时候 我整个下午 一直累积的 就是有一句话 一直在我里面出来 就是上个礼拜 蒙文哥讲 一个非常棒的一篇道 对 你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我里面就是 一直出来这句话 蒙文哥讲的那句话 你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当我 结束我上楼的时候 门一打开 他正好从房间也出来 我看着他 那他也是 因为我们礼拜一 礼拜一到礼拜二的晚上 我们真的都无解 我相信我们都 都无解 而我进去的时候 心里就是 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但我看到他的时候 但是我脑子里面讲 但是心里讲 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我当时做了一个决定 我就过去 我就很霸气的 把他抱起来 你以为很容易啊 我脑子里面真的过去 其实他也有讲到 真的是他惹火我了 所以我是被惹火的那个 然后 就抱着 清一清清一清 然后 然后我跟裴震讲 我说 我真的超爱你的 用这种声音来讲 我就 然后你知道吗 很特别的 那个东西就过了 我过不去 那个东西就过了 那当然他也 被释放 那个罪孽也不被纪念 那我们两个就 然后 用用 就去吃饭了 就没事了 一直到今天 其实我真的觉得 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好了 而那个突破 不是我大脑里面 想过了一个 我知道的真理 应该也还不少 那我的头脑 其实也还不错 那我沟通能力也都好 不然裴震也都是 而我们两个 在针对一些 我们关系当中的沟通 真的找不到路 真的找不到路 而就是那个 你们要以基督的心 为心 因为基督 他本与神为强夺的 就是他可以做审判的那个 我真的 我礼拜天晚上的 我脑子里面锤子都断了 雷声锁 那一直 OK 他不以自己 与神为强夺的 做审判那个 反倒虚几 成为人类样式 像十字架 且死 那个以至于死 顺服 且死在 十字架上面 甚至死在 十字架上面 死得 死得非常的冤枉 死得非常的不合理 不合理 梦文哥那篇信息太棒了 所以 这叫做 不是依靠自己 不是依靠自己 就是这么抱过去 因为我要 我要神的国运行 我要神的国运行 我的能力 有做不到的地方 而我要 这个婚姻是美好的 我要这个婚姻是幸福的 你知道吗 婚姻 来跟我讲是婚姻 天父没有为你死 圣灵没有为你死 耶稣为你死 OK 我们要认清楚 圣经里面讲的 天父没有为你死 圣灵也没有为你死 耶稣为你死 而耶稣跟我们的关系 相对于在地球表面上面 我们的关系 就叫做夫妻的关系 所以夫妻的关系 它的价值在哪里 而且地上的夫妻关系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圣经里面讲的 耶稣讲的 在天上也不是 谁是谁的太太了 我们都是跟耶稣的连结 所以 而且天父也讲 在创造世纪的时候 讲说那人独居不好 一个男人不好 他要有家庭才好 一男一女 家庭才好 既然好 又不是一个永恒价值的 那他到底好在哪里 他好在 如果你在夫妻关系当中 你如果没有像耶稣一样 去经历那个耶稣为你死 你如果没有经历那一个 你如果不愿意学像耶稣 为着你的配偶 死掉自己的那些 死掉自己的那些框框 那些标准 那些规定 那些原则的话 你没办法体会 什么叫做与耶稣同行 地上的一切 经历的事情 都是为了让你 更认识天父 耶稣 圣灵 我鼓励在我们中间的 台中台北快镰刀 婚姻 在学习的 婚姻在学习的 就是学习如何跟耶稣 预备如何成为耶稣的心腹 预备如何跟耶稣过 美好的人生 而现在透过夫妻 也就是躲不了的一种关系 躲不了的关系 过不去的一些东西 选择爱吧 而那个爱的方式就叫做 向自己死 向自己的感觉死 方法 我想我今天提出了一个方法 很霸气的跑过去 就是抱着 插人黑 好 要不要先站立起来 Come on